接下来要看的是 自负慰禅里面的 我们先看那个死随恋 因为死随恋也是在死随恋里面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讲 这个死随恋 我们先看明法尊者 他在社阿比达摩议论表写里面所讲的 死随恋 以命跟断绝为所缘的议恋法 观察自己肯定会死 死亡何时来 死亡何时会来临无法肯定 以及当死亡来临时 人们必须舍弃一切 欲修炼时的人 生起死将来临 命跟将断 或死时的从根里的作意 先专注于自己不尽的死事下 生起起下的进行定 之后才转观属于旧境法的命跟之终结 得正乎出盖 助于炼死的所缘 生起进行定 另外还有八种炼死的修法 大家知道在表节里面可以自己看 那我们现在看 智慧之光里面死随恋 怎么修 死随恋 正德 不静观出产以后 你可以轻易地转修死随恋 不静观那个我们稍后再看 因为死随恋 死随恋之间 现在也先看 佛陀在大念诸经里面说 他以自将自身 比较该施 我身亦有如是不静 必当如是 无法超越此不静 当你观想自己成为一句死尸 例如说 我肯定会死 死随是必然的 我将无法逃脱死随 此不静肯定会发生 我无法避免此不静时 若腐烂像出现 就专注于他观想 我的死亡是必然的 我的生命确实 不定 或 我生命的终点即是死亡 你必须先专注于自己不静的思向上 过后才转观 属于旧静法的命根之中心 若心能够专注一小时 当你去辨明该专注的心时 五残枝就会出现 但这些残枝 并非安止定的残枝 而只是进行定的残枝 这是修习死随炼的方法 死随炼 最多也是到 进行定 那我们再看 亲之实践里面的死随炼 是怎么修的 第三种复卫禅是死随炼 根据大念处经和清静道论 死随炼也可以利用你记忆中 见过的尸体来修习 就是 利用你记忆中见过的尸体来修习 因此 你应该以尸体的恩物向重温 除产 你还是要有先有其他也处的 长点 并以该外在的尸体为所缘 省思 我的这个身体也必然会死 正如这句尸体一样 这样的下场是无法避免的 保持新 专注于意恋 自己的 第十本质 你将会发现 耸聚感 紧迫感 也得到提升 依此 耸聚聚制 你将 可以 你将可能会看见自己的身体 变成一句恩物的死尸 意识到 那个影像中的命根 已经断结 你应该 采用下列的方式之一来 专注 命根的不存在 这个就是死随恋的内容 我的死亡是必然的 我的生命是不确定的 马拉拉美 读王 唧一堂美 阿读王 我一定会死 马拉拉美 巴维沙蒂 我的生命 终结于死亡 马拉拉 帕利佑 沙拉美 唧一堂 然后死死 马拉拉 马拉拉 前面的三个就是三个原则 可以选择其中一种 并用任何一种语言来默炼他 持续专注自己 尸体中 命根不存在的影像 直到诸禅之生起 虽然 这种禅修耶稣 只能达到 尽心定 你知道他只能够达到尽心定 那关于 死随恋的经典 就是在真知部的 6.19经 这是很有名的一部经 6.19 6.20 我们看这一部经 就是 你要在呼吸之间练死 不是说 在什么时候练死 生命在呼吸之间的意思 这个我们常常听过 就是这一部经 这个南北传都有的 以前有教过说你如果要看北传的 杂案经里面是怎么样的 你可以去找到真知部的6.19经 你从那个 苏他先求里面去找 你如果要 从 南传的经 去看哪一部经是相对于北传的经 你从这个网站 苏他先求 苏他先求里面他是以那个 巴黎山藏 为基准的 巴黎山藏为基准的 你现在找这个经 然后找这个 真知部的 真知部的 六支十九经 六支十九经 那么他第六 第六 然后十九 十九应该在这里 在这里面 你找十九 这里是十一 六支十一 然后找到十九 十九 十九这里他就会告诉你 对应的经 也是 EA40.8 还有一个 AN8.73 这个同样是AN 这个就是 他对应的经 真一阿含经里面 第四十点八这个地方 跟这一经是对应的 就是你 南传的要找北传对应的 用 苏他先求去找 那如果是你从北传的要找南传对应的 那比如说你找阿含经 那我随便给他写说 大正本的第 一百经好了 那 他就会 里面就有对应的 如果有对应的话 他就会有南传的经 那他对应的 对应的这里是 别义杂含经 两百六十六经 然后 南传的没有 那 有的话他就会写出来 再看 就是说 找一部 有的 随便讲的 750经 说不定是有 反正有的 他就会列出来 那可能没有 阿含经 北传 南传的吴 他也会写 南传的吴 有他就会写出来 就是说从你北传的 要对应南传 就是 从 专尊加 这个网站 就可以找得到 你从 南传的要找对应北传的 你要从苏他先求 这个去找 那这样 是 死炼经 就是死随炼经 有一次佛陀住在金基村的专户中 那里是尊召唤比丘门 他说 召唤比丘门 然后他说比丘门 然后比丘门说 盘典 尊师 那些 比丘回答的 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门 当死炼你休息 你多休息的时候 有大国 有大国报 有大利益 不死的立足处 不死的完结 比丘人 你们应该休息 你们休息死随炼了吗 当这么说的时候 某位比丘 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 我休息死随炼 比丘 那你如何休息死随炼呢 大德 这里 我这么想 我愿 愿我就活一日月 以作义世尊的教授 说 则我所做的 会有许多 大德 我是这么休息死随炼 他是 以日月 的时间来休息死随炼 另外一个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我也休息死随炼 我都问他 你如何休息死随炼 他就说 我就活一个白天 以作义世尊的教授 刚刚那个是以日月 现在是一个白天 他是更短了 然后另外一个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我休息死随炼 那我都问他 你如何休息死随炼 他说他以吃一顿 吃死的时间 一顿饭的时间 是不是又更短了 那另外一个比丘说 我也休息死随炼 我都问他 那你怎么修 他说 我是 不是一顿饭 我是吃 吞下去 吃五口的食物之间 我休息死随炼 时间又更短了 好像是更精进的意思了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个比丘 我休息死随炼 怎么修呢 他就 愿我就活觉或吞下一口食 刚刚那个是四五口的时间 他现在是一口的时间又更短了 好像是更用功的样子 另外比丘说 我休息死随炼 我都说你怎么修 他是说 我就 活土气或吸气 就是我在呼吸之间的意思 我吸气或土气间 注意世尊的教授 则我所做的会有许多 大的 我这么休息死随炼 当这么说的时候 世尊对比丘会这么说 是 世尊是 重复他们的 一个说是一日月 一个说是一个白天 一个是说一顿饭 一个是说吃的时候吞下四五口的时候 一个是说 这个一口的时间 那最后一个是说 在 呼吸之间 比丘们 这些被称为 比丘们注意不放异 他们为诸烦恼的 魅尽 锐利的休息 使随炼 比丘们 因此在这里 你们应该这么学习 我们要注意不放异 我们要为诸烦恼的 魅尽锐利的休息 使随炼 你们应该这么学 到四五口之间 佛陀 佛陀是说 在四五口之前 佛陀说 比丘们 这些被称为 比丘们注意放异 他们为诸烦恼的魅尽 慈烦地休息 使随炼 所以 佛陀是 是说 四五口以前的都算助于放异 然后一口的 跟呼吸之间的 是不放异 是不是这样 也就是说应该是说 应该在呼吸之间 或者是在 食物吞进 一口的食物吞进去之间 要休 都要休息使随炼 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一部经 是随炼的经 那下一部经也是 是 念此经第二 这里 这一部就讲的不太一样 比丘们 当使随炼以休息 以多休息后有大股报大力 不死的力之处 不死的完结 比丘们 当使炼如此休息 如何休息时有大股报大力 不死的力之处 不死的完结 比丘们 这里 当白天已过 夜来临 比丘像这样生理 犹豫其多元 有我的死 蛇可能会咬我 或蝎子可能会咬我 或蜈蚣可能会咬我 我因此可能会死亡 那可能会对我有障碍 半岛后可能会堕落 或我所吃的食物 可能会障碍我 或我的胆汁可能会不稳定 或我的痰可能会不稳定 或我的刀锋 可能会不稳定 这个刀锋 这个意思 有一点不容易了解 按照字典所写的是说 很剧烈的痛 你可以查一下 这个刀锋 它是这个字 好像是 Sataka Sataka Vata Sataka Vata 它是刀锋 Sataka Vata 它是刀锋 是刀锋 这里有 Sataka Vata 它是刺骨的痛苦 这个 赤骨的 英文 Cutting pen 可能会不稳定 我因此可能会死亡 那可能对我有障碍 比丘们因为那样 比丘应该这样胜利 如果我夜里死了 由我为舍断的恶不善法做障碍吗 比丘们当观察的时候 如果比丘这么知道 如果我夜里死了 由我为舍断的恶不善法做障碍 比丘们 因为那样 比丘应该为那些恶不善法的则断 做极度的意义精进 勇猛努力 不会说 练正直 比丘们 犹如衣服或头被烧着 应该为那衣服或头的洗面 做极度的意义精进 勇猛努力 不会说练正直 就是要 如舊头篮那样的 精进的 保持真练 保持精进这样 同样的 比丘们 因为那样 比丘应该为那些恶不善法的舍断 做极度的意义精进 勇猛努力 不会说练正直 这是你那些恶不善法的舍断 你必须像 头发烧掉 要赶快把它扑灭那样的紧急 的去处理一样 就是要这样的 保持这样的 努力去把恶不善法去除 比丘们 当观察的时候 如果比丘这么知道说 如果我夜里死的 没有我未舍断的恶不善法 做障碍 比丘们 因为那样 比丘就能以那 喜悦而住 在善法上 日夜水血 比丘们 这里 当夜已过 白天来临 比丘像这样 神里有以喜多元 有我的舌 舌可能会咬我 或蝎子可能会咬我 或无空可能会咬我 我因此可能会死亡 那 可能对我会有障碍 半岛后 可能会堕落 或 所吃的食物 可能会障碍我 或 我的胆子可能会不稳定 我的痰 可能会不稳定 或 我的刀疯 可能会不稳定 我 因此 可能会死亡 那 可能对我 会有障碍 比丘们 因为那样 比丘应该这样实力 如果我白天死的 有我未舍断的恶不善法 障碍 比丘们 当观察的时候 如果比丘这么知道 如果我白天死的 有我未舍断的恶不善法 做障碍 比丘们 因为那样 比丘应该为那些恶不善法的舍断 做极度的意义精进 永远努力 不会说 练正直 比丘们 犹如 衣服 或头 被烧着 应该为那 衣服或头的 媳妇 做极度的意义精进 永远努力 不会说 练正直 同样的 比丘们 因为那样 比丘应该为那些恶不善法的舍断 做极度的意义精进 永远努力 不会说 练正直 比丘们 当观察时 如果 比丘这么知道 如果我白天死了 我 没有我 会舍断的恶不善法 做障碍 比丘们 比丘就能以那 十月要住 在善法上 日月 随行 比丘们 当 死随恋 这样的修行 这样的多修行 有大火爆大利益 不死的利己出 不死的还 然后那个 八支七三 和八支七四 其实跟这两部经可以说是一样 你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那关于死随恋 我们还要 再看一下 就明法尊者他学了一篇文章 很值得我们看的 死随恋 随恋能够引起 真的 我这个身体将躺在地上 将舍弃心事离去 如同 无用的 雄母 第二点 第三点 一切众生逼死 过去沉死 未来将死 我也一样将会死 与此 我没有怀疑 思为死亡 凡事活的深入 都要踏上死亡之旅 没有一个深入能够逆向死亡 不死 死亡是确定的必然的 当死亡降临 一切皆将离别 离别自己的肉体 离别心所爱的眷属 朋友财产 绝无讨价玩家的遗地 生前为自己精心设计不及的一切 也都将随因人算计 当一个人 受命禁食 任凭清流的囚寿 悲痛大哭 呼天抢地 甚至想以命换命 都不可能换为 死者少洗的命根 死亡是无情的 绝情的 有人想必死 顿入虚空 海中 山户地下 但终难免一死 他说见佛说 婆罗门必死经 事实上 我们在 那个 法际经里面 也有一个 一样的 就是说 你逃到哪里 都难免一死 不但遇见众生要死去 射界 无射界 射界是离五欲 无射界离一切射的众生 也难免一死 三界的众生 无丝毫不死的希望 对未离爱然的众生 死亡这一装饰 就有 百般 恐慌 无奈 还会因夜远不断 不断地在 受生受死 情何以堪 我有知晓 初离生死 及初离生死之道 入于媚界 就是 消除 三谷诸祸 那么死亡的事 才只剩这一生的最后一件 也无恐惧 以后 不再受生受死 对死亡 能早早警觉 时时警觉 能在有限活着的时间内 做好 该做的善谎 放下 该放下的事 活在 现前 一口气 能随时 都了无遗憾 这样活着 反而叫 轻松自在 以修道来说 思维死亡 你想死亡 时时 令人 耸惧之心 引发精进 及放下 对存在的直起 能得 大国大利 究竟解脱 怎样思维死亡 才算是精进 不放逸 有一次 活头问主 比丘 是否思维死亡 这是刚刚那一部经 6.19 有一个 比丘回答 他是想活 一日一夜中 羞耻 是活头的教法 其他的人回答 想活一日间 一波时间 十四五团时间 十一团间 修持佛法 活头认为 这是放逸 但是刚刚好像是 四五团之前 是放逸 一比丘说 在初入席间 修持佛法 活头认为 这才是精进 不放逸 修持 死为死亡 就是刚刚那一部经 我们是说 八点一九 但是这个 跟八点七三是一样的 八点七三跟六点一九 八点七三跟六点一九是一样的 那这里用的是八点七三 那心练死时 贴近死亡 能引发强大的精进力 来断除 死苦之不 即 再生 再死之苦 死谁练呢 是怎么练呢 就是练这个 然后不久啊 这个身体将躺在地上 然后不久啊 这个身体将躺在地上 就会被人家装 然后再生 这种 这种 就会被人家装 再生 这种 我最近刚好听了菩提长老讲死随恋 长老讲得非常棒 我现在播出来给大家看 本来影片是没有字幕的 我用YouTube的自动英文字幕 但是这个字幕只能作为参考 因为它并不精确 YouTube有时候听力也不太好 现在大家来看看 我的胶可能会变成了 我的胸可能会变成了 我会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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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the length of time it takes to chew and swallow a mouthful of food Oh one thinks I might live Just the length of time it takes to breathe out after breathing in Or to breathe in after breathing out Okay the way I found useful to sort of schematically arrange the meditation on death using three main topics And then each of the three main topics has three secondary or subordinate topics So the three main topics first is that death is absolutely inevitable absolutely certain There is no escaping death I might die No not that I might die That I will die Death is not something out there You know we see other people die This one has gotten a heart attack Gone That one automobile accident Gone That one has cancer Or had cancer Gone But me Nah none of that is going to touch me I'm always going to be around here But not so I'm in the crosshairs too So death is absolutely inevitable Inescapable Absolutely fixed and certain For me The second main theme The arrival of death Is absolutely unpredictable Uncertain You know after giving this class I might just Like get up Thinking I'm going over To get my lunch And then Oh Gone What happened to Bhante Feel a pulse Pulse Put a piece of paper near the nostrils Not breathing Gone Or I might feel imperfect health Go for my annual medical exam Doctor looks at the test And says Venerable I have to give you some sad news Can you take it Okay so We don't know when death is going to come We can't think Okay I'm in my twenties now So I plan for my 80s and 90s Or in my 40s 50s 60s 70s 80s If you go to the Thousand Lotus Terrace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I did this One time And I wrote a poem on it Which got lost Through a computer Clitch You look at It gives the dates of birth and death Some of them might be born 1901 To 2007 Wow Something like 106 years old Others might be 1920 To 1960 Let's say 1920 1965 So 45 years old Others you might say 1998 To 2002 They'll die at the age of four There are some where Born Let us just say March 3rd 2005 Died March 5th 2005 Two days Lifespan of two days So the arrival of death Completely unpredictable And then the third Main theme Is when death Arrives When death comes I have to abandon Give up Everything Everything I cherish Everyone I love The way I Detail this I have to give up All my material Possessions Including titles Honors I have to give up All the loved ones The people who are dear And beloved to myself And even this Bloved body That I think is Strong and healthy Maybe I think it's so Beautiful Or at least it's the basis For all my experience It's going to be lying there And then turn into dust Right Unless it gets Well Either dust Or it gets cremated And turns into ashes Okay so One could use Those three themes For the mindfulness Of death Maybe in August We will do Like I did last year Four days One Hole day For each of the four Protective meditations Recollection of the Buddha Loving kindness Mindfulness of the body The recollection of death Okay so this is Recollection of Mindfulness of death 很好 剛剛講的 這三個原則 我一定會死 死亡是 什麼時候死亡 是沒有辦法預測的 然後第三個原則 你死的時候 你就一定是放棄所有的一切 那它裡面有提到一個千年臺 Soulson Lotus 什麼的有沒有 雙元寺那裡有一個千年臺就是放骨灰的 那個死的骨灰都放在那裡 他說那上面有寫 有的活107歲 有的活40歲 有的活幾年 四年 有的活幾天 兩天 所以死亡是 沒有辦法預測的 死亡是不確定的 那就是那個什麼時候死是不確定的 這樣 這個是長髮教 然後他檢測說他這個要教大家四戶未慘 其實這個是2017年 2017年的 講了這個死隨戀之後 他剛剛 後面有講 就是說他要教那個四戶未慘 今天我們就到這裡 我們就等於 講到死隨戀 那麼下一次 大概下一次就一定能夠把40月初講完了 就是我們講即止隨戀 跟不敬休息 還有實驗祥 40月初就結束了 結束之後 進行下去的就是 什麼樣的性格適合修什麼樣的月初 然後 什麼樣的月初可以修到什麼樣的長 40月初講完以後才有辦法講的 那麼下一次 就是40月初應該是可以完成了 今天就到10歲了 好 我們來回响 一丹的姑娘 阿沙瓦卡亞 阿沙瓦卡亞 一丹的姑娘 明巴南沙 巴掖悠悠悠 媽媽姑娘 沙瓦沙瓦 巴掖 法掖悠悠悠 謝謝各位 爹 對